华西都市报10月15日报道 中国第三批富男苏丹 朱巴维和步兵营女兵班战士张青 入伍前就读于成都大学2012级广播电视学专业 2014年入伍第一年就当上班长 第二年在中部战区比武中摘金夺赢 第三年代表祖国远赴非洲执行维和任务 他精通精度涉及应用涉及线头接续 潘等固定等多种军事技能学习 并掌握了英语、阿拉伯语、日语等多国语言 今年中秋南苏丹维和步兵营 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 授与中国第三批富南苏丹 朱巴维和步兵营全体官兵和平荣誉勋章 以表彰他们过去一年在维护南苏丹和平事业中所做贡献 这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最高荣耀 10月4日张青在南苏丹被授与和平荣誉勋章 作为维和女兵张青姿太笔直地站在授勋队伍中 他觉得长这腰大这是最骄傲的一次升国旗唱国歌可待尽而漏 距离中国一万多公里以外战乱不断的南苏丹被联合国评估为全球最危险最动荡的国家之一 在这里枪绳中入睡 泡绳中惊醒是常事 张青很少和家人聊到这些 这个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的姑娘 更喜欢在每周视频时向爸妈讲述一遇其景 这里的夜晚星空会特别明亮 小朋友的头发长长 是软软的自然卷走进难民营 所有人都会对中国军人竖起大拇指 说着China good good China 那个梦 大二参军肉舞 划不划算我自己说了算 我要当兵 张烈刚第一次听见女儿说要参军时 只是笑了笑 彼时才刚读高中的张青 像还没有常开的小猴子 爱笑爱闹 班级活动中被起晃表演节目 他顺了顺刘海 大大方方走上讲台唱首喜欢的歌 觉得小孩嘛 一天一个想法 哪知道娃儿真的这腰坚持 父亲眼中的想不到 早就有机可寻 张青的高中是在少年军校中度过 绿色军营在小姑娘心中不撒下的种子 随着年岁成长 愈发迫不及待的想要破土而出 于是张青一边想成为真正的军人 体验最真实的部队生活 一边作为家中独女 顺遂平静的生活 读大学前 张青最大的挫折就是高考后 没能如愿进入军校 还是想要折腾亚 进入成都大学后 张青开始报名应征热舞 成都大学文心学院辅导员王家政 还记得大学里的张青很乖 是个懂事的姑娘 在院报做记者 还是学生会干事 舞蹈队员 翻看张青的大衣照片 顺泽中长发 简单白衬衣 对着镜头几分羞涩和干净的气息 令人玩耳 就是这个乖巧 的女孩 大二那年通过体检 政审等层层选拔 收到肉物通知书 当时电话都被打爆了 一集此 张青叫道 因为之前也没有告诉太多人 所以参军的消息 炸出一堆疑问和问候 那时他听的最多的就是 类似军队太苦不适合女生 好好的书不读 跑去当兵不划算 划不划算 当然我自己说了算 张青的个性柔软却坚持 深知太多人匆忙 在人生答卷上写下自己的答案 因此能有喜欢并想要坚持的事实 他便紧紧握住 进军营 一切从头练起 别人失败 不是自己放弃的理由 紧紧握住梦想之后呢 副除 剪短头发 收好漂亮衣服 如愿进入军队的张青 只用了六个月 就从通信持勤战战士 到施育体指挥士官集训队 正是在集训期间 他遇到第一个坎应用射击 训练中应用射击对于单兵 综合素质要求高 需要根据地形地物变化 随时选择射击姿势 还要依据目标远近 调整射击距离 校正弹道 张青之前 不少女兵都折异于此 别人失败 不是自己放弃的理由 接下来的四个多月里 每天早上五点 萌萌亮的天色中 张青最早出现在训练场 快速跃进 握倒匍匐 简单机械的重复中 进行着细微调整 未练习握姿 跪姿 立 姿的瞄准 他在枪口挂上头盔 或者水壶 疫苗就是几个小时 终于拿笔的手有了老简 年轻的身体 习惯了郁青 应用射击科目 考核中一举夺魁 成为对张青最好的礼物 集训结束后 他成为新兵班班长 张青在进行刺杀训练 挑战随时都在 为参加中部战区的通讯专业比武 张青从头学习通信有限专业 刚开始学习线头接触时 守着被冻僵的背负线勒破了 天气寒冷 瘦扫的手握不住钳子 为节约时间 他把另一个钳子 显在嘴里 为提高速度 剪简单单一个节 每天要打上千个 一场训练下来 手上背线星扎得到处是血 最多的时候一只手 贴了七个创可贴 到最后手指都军裂 后来我们夺得集团军第一名 还作为代表在决赛中 获得有限专业线头接续项目第二名 谈及此张晴依然难言自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